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第二天一大早,李鸿章是被扑依推醒的,他一边推一边喊, 李到台,大帅等你去吃早饭。 李鸿章睁眼一看,天刚亮,而他睡意正浓,犯了个深道。 我头疼,稍睡一会儿就起,别等我了。 扑依健壮,无可奈何地走了。 曾国藩生活非常有规律,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,绕营盘巡查一周, 然后回到大营吃饭,而且是所有幕僚一边吃,一边讨论事情。 李鸿章最受不了的就是早起,何况昨天晚上睡得又太晚, 实在挣不起身来。 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又头疼,把端起的碗重重放在桌上道。 他昨天不是刚刚头疼了,今天还疼,都不吃饭,非等他来了一起吃。 李鸿章刚要睡个灰龙觉,幕府里最受气重的赵立文亲自来请了。 邵权兄,大帅等着大家吃饭,说人不齐就不吃,你最好马上过去,十几个人都等着你呢。 赵立文比李鸿章小九岁,因此一直称李鸿章为邵权兄。 他虽然年轻,但目光敏锐,见识深远,李鸿章也身为佩服。 他亲自来叫,才知道老师是真生气了。 所以他连忙传疑,匆匆忙忙赶了过去。 见李鸿章到了,曾国藩连看也不看他,闷声道。 吃饭,大家都闷头吃饭,只有碗块汤勺碰撞的声音。 各位吃完,都陆续起身走了。 曾国藩也吃完了,站起来要走,又回头正色道。 少全,既然入我幕府,就应该遵守这里的规矩。 我幕府中,最讲究的就是个橙子。 说吧,他拂袖而去。 这顿早餐,李鸿章也是吃得胃通嚼辣。 吃把饭,他独自在餐厅里坐了一会儿,最后还是决定去见曾国藩。 他走进迁押房,曾国藩正在看文报,见李鸿章进来,他头也没抬就问道。 你头疼好了? 李鸿章只好实话实说,学生头没疼,是昨天睡得太晚,岂不来想了个由头。 曾国藩见他说了实话,心情稍放松了些,抬头道。 少权,凡成大事都要有始有终,养成每天早起的习惯,这对人有百利而无遗害。 你入我营中已经一年有余,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还养不成,你不觉得心有不安吗? 李鸿章垂手道,学生惭愧,昨天晚上半夜还睡不着。 李鸿章身高一米八,比曾国藩高出一大截,看他垂手寒凶诚恳认错,曾国藩放缓了语气。 实在起不来也无妨,实话实说就是,何必编造头疼的理由。 你昨天早晨刚刚说过头疼,可是昨天你精神焕发,起草的折子那么漂亮,可见就不是真头疼。 学生谨记老师教诲,见曾国藩的气已经消了,李鸿章又道。 老师,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当前局势,老师说的有道理,安庆之围不能撤。 朝廷要撤安庆之围去救苏,长,更是拆了西墙补东墙,东墙不一定扶住,西墙却必倒无疑。 是啊,可怎么才能说服朝廷,这是个难题,不妨说说你的想法。 曾国藩有意要考一下李鸿章,朝廷要老实救苏,长,这可以理解,因为那是朝廷的钱袋子。 如果苏,长没丢,那就无条件提兵复原。 问题是苏,长已经丢了,所以必须有个通盘考虑。 这个通盘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说的,取金陵,必须具上游之势,见陵而下,游西而东。 因为金陵是一长江而形成的大码头,要取这样的码头,必须借舟船之力,借舟船之力,必须由上游博下游。 当年西进取东吴如此,猛人取南宋也是如此。 老师还要告诉朝廷,江南,江北大营,见了两次,竟然两次被迫,不是兵力不够,不是将士不效命,也不是良想不足,而是游东取西,游下取上的大事就错了。 如果继续走游东取西的老路,难免重蹈覆辙。 所以,不要说没有兵去苏,长,就是有,也不能如此不拘。 少全此意甚高,先把大事说清楚,我不复原,是大事不宜如此。 曾国藩听后连连点头,李鸿章受到鼓励,思路更加开阔。 接下来,还要让朝廷明白,如果把安清的兵力撤走,不但围困安清一年之功尽弃,而且安清北面的同城,东县宗阳之乡军都无以呼应,也要被迫南下。 那么晚北局势难免动荡,一旦晚南晚北不能连贯一气,那么湖北东门也如同自撤屏障,必然震动。 所以,撤安清之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,动一子而满盘皆输。 好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,动一子而满盘皆输。 曾国藩机案赞叹。 安清不能动,但朝廷的迫切心情不能不顾,我已经决定要把大营从江北一到江南,到辉州某地驻扎。 此地因为于苏这干满四省之界,东可顾苏长,西可连干北,南可及这西。 关键是灰州乃江西屏障,江西是大军的响员间后路,必须确保不再被长矛蹂躏。 少权,你就按这个意思起草折子。